美国对非洲仍有野心 中国要用实力和拜登讲道理 大家好 最近我解放军要在非洲干一件大事 那就是奔赴坦桑尼亚 去参加和平团结2024联合演练 这些年 随着中国和非洲在经济安全合作领域越走越近 中国参与非洲国家的联合演习并不少见 今年5月份 我海军许长剑就刚刚访问过尼日利亚 参与了演习 但是坦桑尼亚这一次情况有些不一样 因为根据央视的消息报道 这次我解放军海军出动了一艘052D 两艘071舰 这样的配置 如果再加上一艘075 那基本上就是一个两栖打击群了 就规模来说 无论是排水量还是火力都相当的饱和 给足了坦桑尼亚面子 而众所都知啊 中国和美国这种拉着航母满世界当太平洋警察 四处秀肌肉的国家 那是不一样的 从来我们都不喜欢无缘无故的炫耀武力 而这次闹出这样大的动静 必有原因 大家看一看地图就知道了 坦桑尼亚紧挨挨着最近正在内乱的肯尼亚 最近的这场内乱有美国煽动的影子 连美国CNN自己就报道 说美国前总统奥巴马的亲戚 都亲自出现在了肯尼亚动乱现场 给抗疫团体呐喊助威 而美国煽动肯尼亚内乱的动机也很简单 那就是想要给他自己在非洲驻军 寻找新的落脚点 俄欧冲突爆发以来 随着俄罗斯越来越积极的谋求 和非洲国家打赏安全合作 美军是接连被乍德和尼尔的政府 给赶出了主地 美军前期辛辛苦苦修好的军事基地 比如尼尔的空军基地 还直接被俄罗斯给接管了 那美军自然是非常的憋屈 而非洲国家集体对美国说不 让美国五角大楼是非常不满 同时也是为了给那群被赶出基地的 几千名美军找个新的去处 美国现在正在非洲大陆上到处搞事 想要寻找下一个可以军事介入的新目标 而肯尼亚的内乱不出意外 那就是这么不发的 总结一句话 就是美国现在输掉了和中俄在非洲的影响力竞争 但是他不愿意承认 在这样的情况下 中国自然就不能坐视不管了 维洲国家不单坐拥大量丰富的 为开放的资源 而且还是中国十分看好的市场 同时中国也很清楚 对于现在的美国来说 好声好气的跟他讲道理 他是不会听的 现在的拜登政府 他能听得懂的语言只有大棒 既然如此 那中国就用美国他看得懂的语言打交道了 一支准两栖打击群 就是中国对美国沉甸甸的警告 也是致力维护非洲和平稳定的承诺 我们有理由相信 在这一轮和平团结2024演戏结束之后 中非之间的经济与军事合作 很大概率会更上一层楼 好我们今天就聊到这里 感谢收看下期再见